四代风暴 华尔街金融危机 紧急衰退 让2008年全球经济发展 蒙上一层阴影 埃及知名政治经济学者 萨米·阿明认为 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出现系统性风暴 当控制市场的少数人 越来越富有时 一般民众却都爽得输家 究竟全球化 陷入了什么危机 对世界经济局势 会有什么冲击 它是一个怪物 对,它是一个怪物 但它是一个怪物 它可以互相攻击 这些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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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怪物的主义主义 就是Olinguopolis 是不承认的 而不承认的 这些怪物 会开始为货币的危机 因为货币的危机 是货币的 是世界主义主义主义 因此我的预计 因为是短期的预计 是这些危机 在未來的年代會更深入 面對危機 當台灣的經濟和民主發展 也陷入瓶頸時 未來的我們又該怎麼辦 這不僅僅在台灣 它是全世界各地 主義的說話 在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 民主發展在各地的危機 甚至在西方的文化 這個 bourgeois democracy 是在歷史上 我們有很大的動作 的抗議 抗議 抗議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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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社會 新的 社會 社會 新的 市場 業對全球化危機 連以往的強權美國 也都自身難保 未來 誰又會是新的世界盟主呢 我認為 市民 平民 社會 最大的 政策 在未來的歷史上是高的 那是,有一個增長的需求 為一個真正的複雜系統 一個複雜系統的世界是一個世界 在哪些國家的位置 它不會不一樣 但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那是,尊敬的國家和民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